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都是人们受到了离心力的影响而发生的意外 快速旋转手中的杯子 杯子里的水不会落下 沙轮磨东西时 火星总是向一个方向飞出 转动的刷子速度越快 长长的纤维就会直立起来 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 其实就是离心力在起作用 而汽车在拐弯速度过快时 总容易发生飞出跑道的事故 过山车因为机械故障 或者人们忽视了寄老安全带 总发生甩人的惨剧 那么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离心力 到底会带给人们怎样的感受呢 威力不能想象的离心力 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可以克服呢 此时原来如此的验证者宁元和马孝叔正在北京欢乐谷游乐场里 寻找离心力的踪影 马孝叔首先发现了一个快速旋转的可以制作棉花糖的机器 哇 这么大 我刚才看了一下 师傅 您这个机器应该是什么原理啊 它是本来是今天这个机器是头是加热的 然后放在冰箱的口里 然后通过加热离心力甩过来 然后变得不湿 然后再产生 这里面又有离心力 这个棉花糖机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离心机 你看我贪吃买了牛花糖 我还有意外的收获 谢谢你啦 拜拜 而另一面 宁元则选中了游乐场中 利用快速旋转产生强烈离心力刺激感来游乐设施 太阳神车进行离心体验 当我们乘坐游乐设施在旋转的时候 会明显感觉到有一种向外甩的力 如果速度足够快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随着游乐设施的运动轨迹飞起而不掉下来 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前起条件 那就是必须系好安全带 将自己的身体与游乐设施牢固地绑在一起才行 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物体在旋转的过程中会感觉到有一种向外拉的力 同时还有一个向前的力 证实这两种力的共同作用 才决定了物体会沿着远离圆形的方向向外甩出 所以太阳神车在旋转运行过程中就像转动的刷子 而坐在上面的人就像刷子上的长纤维 会感觉到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拉扯着甩向圆排外 人们感受到的这股强大的力量 其实就是离心力在起作用 而人之所以没有被甩出去 主要是因为受到了安全装置的保护 身体会牢牢地固定在了游戏机上 而如果此时人们一旦疏忽没有系好安全带 那么被游乐设施甩飞的惨剧就会发生 明年在体验了太阳神车快速的旋转刺激后 他感觉一阵阵眩晕 甚至有恶心想吐的感觉 这也是人体在离心力作用下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 那么离心力的威力到底有过大呢 在对游乐设施产生的离心力进行体验之后 明年和马孝初决定回实验工厂 用洗衣机做一个实验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原来如此》 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来到了欢乐谷拍摄 也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那赶快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 答的问题是有奖品送给你 网络上流传着一段视频 一个人把砖头扔进洗衣机后 洗衣机不到几分钟便被拆散 而验证者们通过分析得出 这正是砖头在高速旋转的洗衣机内 受到强大的离心力的作用 导致砖头对洗衣机捅壁压力骤然增大 才致使洗衣机被破坏 那么离心力真的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它真的可以让一个正常运转的洗衣机 瞬间化为废铁吗 宁元和马乡说打算 利用工厂里的一个旧洗衣机进行实验 他们在里面放入一个2000克的铁块 接下来我要把这个转移着 准备开车 准备了啊 所有在你们往后撤啊 你也往后撤 我也往后撤 放给你 3 2 1 1 5 通过实验验证者发现 洗衣机在被放入一个2000克的铁块之后 因为内桶高速旋转产生的离心力 使得铁块对旋转的土壁产生了强大的压力 不到一会儿 洗衣机就开始发生了飘移 虽然没有发生视频里的散连现象 但此时产生的离心力 已经使洗衣机开始失控 完全不能正常工作了 所以 人们在利用离心力原理制造了洗衣机的同时 除了限制洗衣机内 洗衣机的重要以外 还规定洗衣机内不要放置硬物 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为了避免和防止洗衣机内容物 在高速旋转时产生的过大的离心力 会对洗衣机造成的破坏 离心力的大小跟物体的质量有关 如果洗衣机内桶区不过重 旋转时所产生的离心力 超过了洗衣机桶区安全运转 所能承受能力的极限 那么通常洗衣机的安全保护装置 就会发挥作用 让洗衣机停止运转 避免投逼破裂事故的发生 通过实验原来如此的验证们发现 生活中如果利用好离心力 它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多 意想不到的快乐和刺激 但如果疏忽大意 利用不好 就会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 对于生活中无处不在 而有威力巨大的离心力 验证者们来想知道 有没有克服它的好办法 能让人们在离心力发挥作用时 避免危险发生 明远决定自己设计制作一个 会旋转的离心体验机 而马教书则决定 去寻找三位对抗离心力的高手 在明远制造的离心力体验机上 进行一次离心力对抗实验 他想知道 人们克服离心力的能力 到底有多强 那么宁元设计的离心力体验机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我需要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让人可以平稳地转在上面 然后在这个平台下面 需要有一个基座 基座里面是齿轮 齿轮能够带动平台转动 就是这个齿轮应该是一套齿轮组 这样的话就能够 按照我所设想的这个转速 去控制上面这个转台 宁元设计的离心力体验机 是一个由电机和齿轮带动的转盘组成的 当人站在上面的时候 会随着转盘旋转 但一旦中心部分 就会因为转盘旋转产生的离心力而摔倒 速度快时 人甚至会在离心力的作用下 被甩出转盘 在宁元设计的离心力体验机上 马教书又会寻找哪些对抗离心力的高人 来完成挑战离心力的实验呢 马教书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剧场 这里正在上演一出精彩的表演 马教书被压转的环球飞车表演吸引住了 他认为 这位杂技演员能够在铁球网内 如此自如的快速驾驶摩托车上下翻转 想必他对抗离心力的能力很不一般 要知道 摩托车在快速转圈驾驶时 比汽车更容易受到离心力的影响 一旦操作失误 车辆就会失去平衡导致事故发生 他在圆球内骑行摩托车 所受到的离心力到底有多大呢 演出结束之后 马教书到后台找到了飞车队队长李翔 并勇敢地提出 想对环球飞车进行体验 以亲身感受 这项表演中杂技演员们身体所承受的离心力 到底有多大 你有没有做过带人的表演 还没有 因为高风险带人太危险 对啊 都会带 那我可以试一下吗 可以挑战一下 你敢挑战是吗 对 只要你敢做 那我也得带点防护 对吧 环球飞车是人在铁网圆球中 做匀速圆周运动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发生意外 作为有着十年环球飞车表演的理想来说 虽然他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从没有进行过带人的飞车表演 这次对他来说是更大的挑战 因为带上马教书骑行 体重的增加 意味着转圈骑行时 所产生的离心力就会加大 他不只需要克服比平时更大的离心力 还需要保证马教书的安全 理想决定 在铁球的低空位置转圈骑行 并且给马教书找来了一套 合身的防护壶 以防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准备开始了 来 说说 这是你第一次带人表演 绝对安全吗 绝对安全 你要对这一块负责任 这么多电视观众听着你说 绝对安全 绝对安全 好 我相信 在做好了安全防护措施之后 马教书怀着紧张的心情 准备跟随这位飞车队队长进行载人飞车的挑战 此时的理想显得有些紧张 在工作人员帮助马教书带上猴盔的同时 他不仅反复试车 也一直和队友确认着铁网是否安全 毕竟这是他第一次载人飞车 究竟理想能够成功帮助马教书完成摩托飞车旋转体验吗 马教书对飞车过程中产生的离心力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在场服务的都为他们捏了一旁汗 在工作人员的附设下 马教书和李响一起进入铁网 还没开始马教书就已经十分害怕了 而理想也在不停地调试着车的位置 巨大的摩托车声音 让我们也无法听到他们在上面说了些什么 但似乎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们对离心力有什么奇特的感受 人体承受离心力的极限是多少 原来如此验证者即将亲身感受 揭晓其中的秘密 抵抗离心力 敬请期待 为了找到可以在宁原设计的离心力体验机上 最终完成离心力对抗实验的高人 马教书找到了随宁市杂技团的杂技演员 李响 想在他的帮助下 一起体验环球飞车带来的离心力作用 此时 他们马上就要起飞了 飞车迅速划过铁网壁 并且很快到达了铁网半径最大的中线 此时 现场所有人都必须不呼吸 除了能够听见风鸣的摩托车声 就只有买自马教书的叫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响 我看到 virtue 好暈啊 这么多 好暈 好暈 嗨 我明白这种感觉了 哇 我腿好软 我腿好软啊 咕唤 我已经没有知觉了 能怕是我的手在抖吗 好可怕 李队你刚才问我 头要在哪边 因为头在上面和在下面不一样 因为你在下面老是看一下 因为在上面你看到很多 而且我头在下面 所以你转的过程中 我的头已经被铁球吸住了 我头抬不起来 这就是重力加倍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离心力的作用 那种感觉就是 我明白你说的腿紧紧的吸在摩托车上 然后我的头紧紧吸在你的头上 你的头盔上 这太都抬不起来 我想看上面都没有办法完成 而且我下来的时候那种晕眩 还有就是很不幸的 我之前喝了一杯奶茶 我心里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勇敢的马俏处体验到了环球飞车过程中 所产生的强大离心力 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各种不适的影响 他深刻的了解到 虽然摩托车的高速转圈运动 可以产生强大的向球外的离心力 使摩托车可以更加稳定的紧贴铁球网地行驶 但与此同时所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 同时也给演员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演员们的实际感受是仿佛有一个比自己重三倍的物体压向自己 在背负这种压力的情况下 他们要竭力保持平衡驾驶托车 同时还要表演各种高难度动作 因为此时在地面上举手投足般轻巧的动作 在走壁的飞车上却犹如另举百斤一般 一场飞车表演结束之后 人从飞车上下来 此时强加在身体上的离心力突然消失 人又回到了正常的重力状态 而这也会让普通人缠着不适 会感觉恶心腿软头晕目却 而受过训练的杂技演员 每天表演多长 要多次经受这样的生理电话 没有很好的体质和坚强的意志是很难承受的 一般的普通人也就根本无法实现 在马肖叔看来 李翔对抗离心力的能力确实很不一般 他应该是参与对抗离心力实验的最佳人选 我找到了我的第一位达人 随名是杂技团的飞车队队长 李翔 小汽车从高处开始行驶 顺利的经过环道 但是从低处开始行驶就不行 原因就是因为速度不够快 就不能产生足够大的离心力 可以迫使汽车紧贴着轨道行驶 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 小汽车被拉了下来 在环球飞车表演中 无论是摩托车的速度 还是铁网的承载力 都是经过演员们几十年不停地探究 摸索计算得出来的结果 因此他们可以在铁网中 靠掌握摩托车的骑行速度 来自如地掌控离心力的大小 在铁球网内自由地上下支撑 而不掉下来 一旦速度掌握不好 过于慢就有可能发生车辆相撞 或者摩托车直接坠落的危险 所以物体旋转速度的大小 是决定离心力发挥作用大小的关键 那么宁元制作的离心力体验机 如果要完成载人旋转测试 就需要达到一定的旋转速度 才能使人感受到离心力的影响 它到处寻找着 什么东西会快速旋转 可以用来制作离心力体验机的大转盘呢 健身设施 饭店转桌 还是路边的旋转木马 虽然生活中 转盘随处可见 但能够被利用做实验的道具 却不好找 这一回宁元找到了一个大型的玩具租赁厂 在宁元诚恳地说明来意之后 工厂负责人张师傅终于同意帮助宁元 在厂房的一个角落里 宁元终于发现了 他想要的一台可以进行改造的旋转木马 咱们这样 现在咱们这个台面上东西还太多 做实验的话会影响效果 所以咱们先把台面上所有的码 还有中间这个柱子全部清掉 给它清干净 行 没有问题 咱一块吧 好 验证者宁元找到的这一旋转木马 是还没有组装的半成品 对于把它变成离心力体验机来说 需要经过拆卸 改装 组装 固定等步骤 去除杂物 才能使它成为一个平整的圆盘 保证人可以在上面正常走动 为了防止人在上面体验离心力时 或因为控制不住身体平衡 而摔倒受伤 他们需要做的是把转盘上的金属板 换成相对柔软的木板 并在上面附上软面 这一下就好多了 好多了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本身这个台面 我觉得已经很安全了 如果真的转起来 我相信即使有这些彩色的门点 也不够 所以我还需要去准备一些单人的防护器 比如说护肘护膝这一类 经过了五个小时以后 宁员和工人师傅们 终于把厂房内 这个装置旋转木马的角落 布满了软垫 并打上了照明的灯 而为了实现离心力体验机的设计 宁员还让工人们做了两个 可以让人在上转盘之前 进行预备动作的通道 而经过速度的调试 这个直径为五米的圆盘 也确定了最终以每圈八秒的速度完成实验 那么这个离心力体验机 到底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离心力感受呢 此时马夏叔来到了北京瑞斯赛车学校 在这里他又会招供谁 来与杂技演员理想一起 参与最终的对抗离心力实验呢 又见面了小文 你好你好 飘移技术就是车手对抗汽车弯道行驶时产生的离心力 保持车辆平衡的一项关键技术 赛车手在做飘移转弯动作时 只要方向盘转一点点 就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 使汽车摇晃 甚至使车轮横滑 此时驾驶者扭动方向盘 就好像扭动四吨重的石头 如果不能克服离心力作用 稳住方向盘的话 便会瞬间造成惨剧 对于16岁就夺得过冠军 擅长飘移的年轻车手邓小文来说 他是否具有臭于常人的对抗移心力的能力 马肖叔决定随同邓小文一起 对赛车中的飘移技术进行亲身体验 他将知道赛车手在弯道驾车 实施飘移技术过程中 所感受到的离心力作用到底有多大 年轻的赛车手邓小文 能够顺利安全地帮助马肖叔 完成驾车飘移体验 此时邓小文到现在十分淡定 马肖叔平时虽然会开车 但赛车却从来没开幕 对即将产生了强大的离心力 他又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我们对离心力有什么奇特的感受 人体承受离心力的极限是多少 原来如此验证者即将亲身感受 揭晓其中的秘密 抵抗离心力敬请期待 为了找到可以在宁原设计的离心力体验机上 最终完成离心力对抗实验的高人 可是马肖叔来到了北京瑞斯赛车学校 对于16岁就夺得过冠军 擅长飘移的年轻车手邓小文来说 他是否具有超于常人的对抗离心力的能力 马肖叔决定 随同邓小文一起对赛车中的飘移技术进行亲身体验 马上就要进入第一个弯道 马肖叔开始绷进神经 等待他的会是一种怎样的离心力感受呢 马肖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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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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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拐弯对于坐在车里的车手和马相书而言都是一次离心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赛车急速转弯时 人会随着车行驶的方向向反方向移动 反复几次就会有头晕目眩的感觉 对于在汽车飘移过程中这样的离心力对抗 必须经过长期的驾驶训练才行 并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我的第二个达人已经找到了 就是北京瑞斯赛车学校的夺冠车手邓小文 对普通人而言 也许只要离心力持续发挥作用 我们就会因为控制不了身体平衡而头云目眩 无法正常的在平地上进行活动 但对于马相书找到的对抗离心力达人们来说 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 在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对离心力作用 有太强烈的反应 所以宁愿在设计实验方案时 特意要增加一些难度 才能考验出高手们刻铺离心力的能力 究竟有多强 因为这个转盘这样转的 你到这的时候如果停止 然后再折反 实际上等于说一个顺人一个抑制人 同时完成这一套都是比较困难的 反正我觉得如果我来说 我每个都走不了直线 那咱走直线 就是咱有一个火道 直线是要的 那怎么在这个位置 就是两边这两个跑道 都能蹭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挂一个小东西 像它在这能够跑过来以后 我待会我们停这绳子 这绳子以后抱着东西 你这样 你这样怎么样 我觉得它没气 没气是吧 那咱们一块一块吧 这个绳子固定上 等它们来就开始 好吧 行 根据宁愿的设想 离心力对人的第一影响 就是会导致人不能正常走直线 而且还会发生偏离方向被甩出的现象 所以工作人员找来了四根撑杆 用白绳子串上铃铛 在离心力体验机上固定了两条 只够一人通过的跑道 人在上面需要克服旋转带来的离心力的同时 进行直线的来回跑动 只要偏离跑道 就算是对抗离心力失败 离心力对人的第二影响 就是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 完成指定动作 所以宁愿找来了一个礼盒 悬挂在预备点对岸 人在离心力体验机上面 需要跑到对岸拿到礼物 再跑回来 谁克服旋转带来的离心力的同时 最能控制自己的行动能力 最早返回者就说明 克服离心力的能力越强 在固定了终点的悬挂物品之后 为了让人可以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保证安全 大家也把所有的金属设施 包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套 以便使参与实验的人们 一旦摔倒也不会受伤 发生意外时 离心力体验机 又会马上集停 保证人员安全 在宁愿的带领下 这个由旋转木马改装成的 离心力体验机最终完成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人需要在一个直径为5米 速度为每转8秒 不停旋转的离心体验机上 进行对抗离心力的实验 宁愿决定和工作人员一起 进行最后的预备实验 根据宁愿最终确认的方案 在不停旋转的离心力体验机上 人除了抗拒晕眩带来的生理反应 还需要对抗机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 来保持身体平衡 完成高难度动作 所以离心力体验机最终考验的 是人在受到离心力作用时的 自控能力究竟会有多强 最终三位对抗离心力的高手 在验证者制造出的离心力体验机上的表现 又会是怎样的呢 如今马孝叔已经找到了 飘移达人邓小文 飞车达人李小 那么他要寻找的第三位 对抗离心力的高手 又是谁呢 你好 马孝叔来到了中国陆居航空兵学院 正在与国家一级飞行员陈飞一起 进行一次直升飞机的特殊驾驶试验 这一级是100米 100米 我能试试吗 可以 我试试啊 我去这边手左手现在不用是吧 对 你一个手可以 哎呀呀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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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吓人呀 坠机了吗 坠机了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上千万的国家财产 就像被我毁了 还有两个人 对 当然幸亏都是模拟 对 幸亏都是模拟 马孝叔进行的这次模拟飞行驾驶体验 整个操作过程都会有晕眩感 这种感觉让他无法准确完成飞行操作 导致坠机 而眩晕感其实就是离心力给人带来最直接的感受 当飞行员进入砖弯动作时 都会经受来自于离心力的作用影响导致眩运 而一旦飞行员没能抵抗眩运并控制自己的行为 直升飞机就有可能因为不能正常操作而导致不堪设想的坠落事故 直升飞机飞行员在驾驶这些价值上千万元人民币 重达数吨的巨大飞行气势并不容易 正常飞行时一般飞行员在驾驶舱内会受到相当于 两倍自己体重的离心力 而比如转弯高空作业等机动飞行士 飞行员所受的离心力会更高 有时甚至会感受到相当于三倍自己体重的离心力 别看飞行表演中 直升飞机在空中优美的身姿让人赞叹 但其实每一个表演动作的进行 都是驾驶人员依靠长期训练的身体素质 克服离心力作用 准确操控飞机带来的 马乡叔认为 飞行员对抗离心力的能力非常强 是非常理想的参与对抗离心力实验的人选 在说明来意之后 陈飞同意为马乡叔提供一名优秀的飞行学员 飞行学员 那太好了 那要不您带我去挑选一下 我可以带您挑选 选一名最优秀的 走 为了选出一位飞行学员 成为我们的对抗离心力达人 陈飞推荐了四名成绩优异的飞行学员 他们中谁对抗离心力的能力更强呢 马乡叔和他们一起来到了一个 有着奇特椅子的房间 原来这里是离心力耐受程度的转移测试房间 这些会旋转的椅子 就是平时帮助飞行员们能够对抗眩运的秘密武器 他们叫潜停功能训练转移 飞行员必须通过长期转移训练 来对抗飞行时的眩运感 才可以保证在驾驶飞机时 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可以行动操作自如 而据说这个转移测试 正常人连转几圈就已经受不了了 为了得到真实的感受 马乡叔决定亲自坐到转移上进行体验 他能受得了这样旋转所带来的强大的眩运速度 二十圈好 您帮我设计二十圈啊 您得开始啊 好 好远啊 谁说不会远 什么呀小叔 现在开始一口 好花啊也没有好花 谢谢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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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在哪 你看 别反了 还反了 不行不行不行 好快快啊 你又是你给我聊起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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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还是面上微笑 太好了 还没吐 我去找花眼睛 这是正常 你们花吗下来 不要花吗 可以玩什么 通过测试我们发现 马笑叔通过仅仅二十圈的测试 就已经出现了眼花 头晕 甚至无法正常走路的情况 说明 马笑叔虽然学过跳舞 但抵抗 眩运的能力 依然不强 那么四名优秀的飞行学员 平时又是怎样完成 每分钟五十圈速度 正转一百圈 再反转一百圈的整套动作呢 为了能够明显地看出 四人对抗离心力能力的差别 马笑叔决定 用脉搏测试仪 对他们进行测试 完成转移测试前后 脉搏的变化值 差别最低者 就是克服离心力能力 最强的人 红果测试 验证者发现 飞行员在完成了 高强度的转移测试后 并没有像马笑叔一样 出现头晕目眩 不能正常行走的现象 降了 高压一百四十一 低压升的一点点 这个心跳是一模一样 这个手机还是不错的 它这个压差别是最少的 本来心率的训练 是一模一样 几乎没有变化 一般的人 在运动环境中 旋转的刺激下 很容易产生恶心 出汗 甚至呕吐等症状 而飞行员驾驶着飞机 在空中做出俯冲 跃升 盘旋 翻滚等帅气的动作 这要求飞行员 必须能够克服 这其中产生的离心力 不能像晕车一样 出现严重的眩晕 长期的训练 已经让飞行员们 对眩晕感觉 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 他们比普通人 可以更好的客户离心力 所带来的不适感觉 安全准确地执行 飞行任务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第三位抵抗离心力的大人 就是陆军航空兵学院 学员7队的蔡熙 最终 转移测试前后 脉搏差只为0的 飞行学员蔡熙 被马小树选中 他将与飞车大人李翔 飞翼大人邓小文一起 到宁原制造的离心力体验机上 准备参与对抗离心力的最终实验 不让看 你什么呀 还不能看 对吧还不能看 为什么不能看 保证 那么对于宁原制造的离心力体验机来说 马小树找来的三位对抗离心力高手 谁克服离心力的能力会最强呢 是高速环球飞车的杂技演员李翔 帅气昭仪的急速车手邓小文 还是勤奋努力的飞行学员蔡熙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你这是游会场吗 我们花了整整一天 给你们搭出来了这么一个 初次见到这个离心力体验机 三位对抗离心力高手似乎也有些惊讶 他们端详着这个眼前的大型设备 到底等待他们的实验会是什么呢 突然被要求加入实验 王小树似乎有点惊慌 他变得严肃起来 有一个奖品 有一个小盒子 看人先回来 先回来的围影 好吧 我说清楚了吗 明白了 大家明白了吗 你们有信心吗 感觉有点木了已经 我再说一遍 听完宁愿的规则介绍 四个即将体验离心力的人 似乎开始有点紧张了 反复确定规则后 他们对实验的顺序进行分配 手心手背 我跟小文一组 结果 马孝叔和赛车手邓小文一组 而杂技演员李响 和飞行人员蔡熙夜一组 两组分别进行对抗离心力实验 每组胜出的一个人 将进入最终的比试 而为了保证 在整个对抗离心力实验过程中 不会有人受伤 大家也带上了护具 做好了防范准备 验证者马孝叔 同逍一赛 路面赛道的冠军车手邓小文 准备开始第一轮 对抗离心力实验 旋转的转盘产生的离心力 会将他们甩出去吗 不要太快 不太快 不太快 别忘了 这儿还有一个正常人在这儿 好 可以开始了 可以了 等等等等 我说他这边可以开关了 好了吗 启动 好了吗 听生意啊 我说开始再开始 现在再慢慢地转到最快的速度 我现在心跳好快 开始了 好像很快 宁小元 没开始了 别急 慢一点 怎么会有火车的声音 好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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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上去 我都灵的 好晕啊 好晕 好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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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远啊 好可怕 我跟你说 经过训练的和没经过训练就是不一样 不是 他完全零反应了 对 他比你的速度至少快两到三倍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心率大概在每分钟一百八十次了应该 比坐你的车还要快 太可怕 我在上面我完全都知道东南西北 然后我会跟着他的那个就跑回来越跑越往后又行 对对对对 他没有这个跑道了以后你就更不好控制 而且我会下意识地抓这个绳子 对对对 就是那种安全感 换下一组吧 下一组 让我们休息一下 太可怕了 回顾整个实验过程 马笑叔虽然完成了整个实验 但很明显他已经完全败下阵来 而邓小文虽然在刚开始踏上转排的一瞬间差点摔倒 但马上他就控制好了自己的身体 顺利地克服了转排产生的离心力 直线走过跑道 率先取到物品 并且以极快的速度返回了终点 所以这一组对抗离心力的实验 赛车手邓小文克服离心力的能力明显更强 现在就看你们俩了 有信心吗 接下来 就能在圆球铁网中自由飞车驰验的杂技演员李响 和可以翱翔天际的飞行区员蔡奇艺 进行对抗离心力的实验了 对于他们来说 这次实验也是一次新鲜的体验 那么面对离心力体验机 他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准备好了吗 好了 你好了 启动 差不多了吧 慢点 给他们的节奏 嗯 准备 开始 不是 你们是开挂了啊 你什么时候啊 特别是这位 这位 拿着就回去了 蔡奇艺来理想玩 你们俩什么感觉啊 还好 还好啊 脚有点晃的 很淡定 回顾整个过程 我们发现 杂技演员李响和飞行学员蔡奇艺速度非常快 现场所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他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个实验过程 顺利的克服了转盘产生的离心力 直线走过跑道 取回悬挂的物品 杂技演员李响虽然也很好的完成了实验 但是还是比飞行学员蔡奇艺慢了一点 所以 这一组对抗离心力的实验 飞行学员蔡奇艺克服离心力的能力 略微胜出 你看看 三位对抗离心力高手 却是比普通人更能够克服离心力的作用 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肌肉运动 完成规定动作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飞行学员蔡奇艺和赛车手邓小文的终极实验 这趁着我这设备太不行了 我觉得应该改变实验规则 你们两个挺好了 接下来这一组 转机不变 我发现刚刚我在转动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转机是这样转的 所以有人过来的时候 一边是顺时针 一边是逆时针 实际上和两个人跑的方向不一样 对吧 一个人顺着跑 一个人相当于逆着跑 对对对 那么这样的话 一会儿最后一轮 咱们你们两个在跑的时候 一个人从这儿跑 跑到这儿 跑到这儿 不动 然后从这底下跨下来 进到他们正跑道 抓他这个东西 串线然后回到那边去 那边那个人也是同样的方式 拐回去 眼看起来的三位对抗离心力高手 克服离心力的能力超强 验证者宁愿决定提高实验难度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测试 他们在受到离心力影响时 心理思维和行动的综合控制能力了 其实这个台子最主要的 不是在于你怎么设计路线 关键就是他这个离心力 会把你甩出去这一下 最终还是怎么克服这个离心力 对 马上就是最后的实验了 两名对抗离心力高手 即将进行最后的较量 赛车手邓小文和飞行曲员蔡西印 讨论着完成实验的技巧 他们在此之前从未见过面 更别说能够有合作的默契了 会不会像之前宁愿和工作人员一样 都摔倒 或者在离心力作用之下被甩出去呢 对抗离心力 谁将成为最强者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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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同时到达了 好 停 停 你们俩是什么情况 我想的是 您看我预想的本来是 可能中间转一会儿 然后俩人有一个勉强爬起来往回窜 对 我们真的没想到说俩人同时拿到球 然后没有出现任何状况就回去了 实验开始之后 两位对抗离心力高手 以飞快的速度跑过了转盘中心 拿到了礼物 并交换了位置 在不停旋转的转盘上 他们似乎丝毫不受离心力的影响 不仅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眩晕的生理反应 并且没有出现摔倒的现象 在交接的时候也是井然有趣 而且出人意料的是 两人同时到达 你们俩在平时的工作中 你是在学习中 是不是有这种对抗离心力的一些训练 才让你们有这种 让我们看起来是超能力的 对 在我们平时赛车的训练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训练 在过弯 比如说你车往左过弯的时候 弯速很高 而且轮胎的抓地力很大 会产生很大的离心力 这个时候你会下意识的自己在身体使脚 然后往左边靠 所以久而久之你就有习惯 其实虽然我们让你一直背对着转盘 实际上他的之前已经感受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力了 所以上来以后他是正常的 而且以他的这个也算是一种职业技能 他一转完他一看这个转速 他应该大概知道他转的多快 对吧 因为他平时开车的肯定会有 而且你看那些赛车手 有时候他会有一个正面的镜头 他们在就像你说的转弯的时候 他们身体是这样 而且不管他怎么转 那个车飞成什么样 在这时候晕完都很帅 都很镇定 很镇定 就像今天一样 对 那飞行员上呢肯定也会有吧 下午我们比较度重那个反应迅速 跟那个灵敌协调的训练 对 跟那个抗生晕能力 对 抗生晕能力 对 看来三位对抗离心力高手 克服离心力作用的能力 确实高于普通人 他们在工作环境中所受到的旋转刺激 非常强烈 承受的离心力也比常人更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能够在这些特殊职业领域 如此出色呢 其实 在我们人体耳部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感觉器官 即前停器官 它其实只有花生米大小 它和主管我们听觉的耳窝一起 成为我们人体的内耳 我们人体的这个前停器官随时随地都在工作 帮助我们人体维持平衡 当离心力发挥作用时 如果前停器官发达的人 就能够对离心力有更强的对抗能力 也就是说 无论是杂技演员 飘移车手 还是飞行员 只要通过长期对前停器官的旋转训练 就能够提高自己对抗离心力的能力 成为不普通的人 长期的前停功能锻炼 才是他们真正对抗离心力的制胜法宝 盲销叔决定和宁月一起进行一次 验证者之间的对抗离心力体验 我实际上更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转 在跑的时候它能保持一个很镇定的心态 这个咱们一上来都慌了 突然一秒钟就慌了 对 我觉得咱们趁热打铁 嗯 试验一下 技术三点了吗 第一 哪三点 重心放低 第二小步快跑 第三判断力 判断力 那么掌握了离心力对抗技巧的两个人 到底谁的表现会更好呢 你紧张吗 压力重心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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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霾来起 门窗紧闭 能将细盒礼物拒至门外里 网上购买高招 不愿意验证 过招误碍 十一二十六年 十八点四速播出 激进关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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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 你故意了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你能跑到外 marathon outsider 踩开 我拿到了 实验绝终 我赢了 恭喜 恭喜 我赢了 恭喜 真的挺棒的 就是重心放低 小时候快跑 我第一次都没摔你知道吗 我这么好多很多次我第一回没摔 真的 你每次都摔吗 通过本期节目我们了解到 生活中离心力到处存在 而且威力不可小视 但杂技演员 赛车手 飞行员等特殊职业的人 他们通过长期的身体训练 心理训练 特别是对前情功能的锻炼 最终可以获得 比普通人更强的对抗离心力的努力 另外 对那些经常会运车运船的 运动病易感人群 我们可以平时跳跳绳 走走平衡目 滑滑冰 荡荡纠件等 适当进行前情功能的锻炼 也可以加强 我们抵抗离心力的能力 在利用离心力 在给我们生活便捷或快乐的同时 要做好安全防护 避免离心力发生作用 给我们带来了伤害 好 好